来各位请看 游标线定位在合计的这一格对不对啊 然后呢往上看啊 来到公式这里把它点下去 来它现在的函数对不对 对嘛吼 SUM是相加的意思 AVOV代表上面全部的意思 全部相加的意思吼好确定 这样就出来了好来各位呢 请你暂停一下动作 现在呢我们要算一下税额 所以麻烦各位呢 在合计的下面 现在最下面这一列是不是合计啊 来在最下面呢再增加一列新的 好不好 在这合计的下面 再增加一列 可以吗 来我们打上税额 在合计的下面这一列呢 再打上一个税额 来同学 税额是不是0.505啊 5%5% 来所以各位请看一下 税额的这一格 是不是要等于 上面这个合计 乘0.05 显示在这里对不对 好来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注意 所以这时候呢 还可以用相乘这个函数吗 相乘是这个函数没错 但是因为它挂五里面 要把Let 左边也不对 About上面也不对 因为上面是全部相乘 我们只是要把上面这一格做相乘而已 把上面这一格乘以0.05 对不对 展现在这里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要用到我们Excel的一个概念 叫做基本公式的概念 相那个位置的概念 位置 位置的泡码的概念 位置 这个准数 把它擦掉了 遇到这种比较特殊一点的 LEFT也不能用的 About也不能用的这一种 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就要用这一种的概念来算 来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呢 只是要用到合计的那一格 合计的这一格 去乘以0.05 对不对 好 各位 问题来了 合计的这一格 首先各位要先找出 要先算一下它的位置 首先我们先聊一下什么叫位置 好 虽然我们还没有说 我们还没有学会Excel 没有关系 我们大概把这个 这个概念讲一下 不管是握得也好 Excel也好 只要是表格 只要是表格 那它会有一个内定的一个概念 它会有一个内定的编号 那编号呢 指的叫做蓝 对不对 它会把它称叫A蓝 B蓝 C蓝 横的叫列 对不对 它会把它称叫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一次可以推 所以我指的例子 这一格的 这一格的位置 就是由A跟E合在一起 所以这一格呢 它会叫做A1 好吗 那这一格呢 V2 V2 对不对 V2 这样懂的话 好 那么呢 在Excel呢 这样的概念 基本上是一定会用到 那在Wall的里面 通常比较少用到 只有看到这种特殊的状况 才会用到 特殊的状况 所以请各位 你先告诉我 这一格 把这一个 合计的这一个 是第几栏啊 AV CB里面的哪一个 直栏来讲 哪一栏 这一个 总计的这一个 啊 F吗 不对 老师 你不是 在在做清楚吗 可是你不要忘了 前面是不是有合并组织的 所以 所以他整个的合并到最前面嘛 所以他其实 第几来 B B啦 你要特别注意 他是B 知道吗 他往前算就一个嘛 他是A 他就是B 知道吧 所以你遇到这种 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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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从最上面算下来 第十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所以这一个的位置是什么 B9 对 B9 要特别注意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这一个的位置 因为 为什么是B 因为他前面有点加 合并组织的 这样要代表 所以呢 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概念 乘以 0.05 答案就出来了 来 那我们算一下怎么做 来 好 点一下税额这个 来 帮我把灯关掉了 呃 税额这个点下去之后呢 直接的到上面来 找到公式 点下去 好 各位 在这边啊 就麻烦你 通通把它删掉 唯独一定要等于 一定要留 等于宣告公司的开始 好 打上B9 大写小写都不要紧他 是B9 乘 乘 乘在哪里 你们的键盘的最右边 有一个加减乘 乘足够快点 乘多少 0.05 好 按确定 这样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样会了吗 这样会了吗 这概念懂不懂 不懂的话呢 这个简单的表格 以后你们再 以事由做一做好 哈哈 对啊 对啊 如果这个概念你不太懂 啊其实很好懂 你只要认识一下 遇到这种合并储存格力的 注意一下就好 那为什么是B 而不是F 好啊如果你怕忘记啊 你自己课本注记一下 或者 我们今天给各位练习 你就稍微找地方 注记一下就可以了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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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